一块神秘的鞋印,传递出怎样的诡异信息,一步步精心的布局,编造出续心的死亡陷阱。 是谁煞费苦心,想要满情过海,哪个机关算尽,最终却难逃警方的眼睛。 一部之谜,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现场周边提取的电弓鞋与凶暗现场的鞋印照片比对一致时, 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秦科所的祭福员们知道,距离破案只差最后一步了。 找到这双电弓鞋的主人,或许就能锁定凶手。 今天是19号中午,20号是我生日。 接下来几天,甚至几个星期,不管你手上在干什么工作, 由这个暗示之间的工作来一来,那就是优先这个工作, 这是级别最高的一个方法。 我们在楼梯里面已经闻到了这股, 就对我们来说已经是非常熟悉的味道。 和技术员成为一同赶到现场的, 还有上海普陀公安分局行征支队的公安队长吴俊。 这种味道,你很难去用一种正常的像测荷的那种味道去行征它。 但这种臭味总会是让人记忆犹新的。 也是我们最不想闻到这种味道,死尸的味道。 在卧室正中间的双人床上, 有一个巨大的蓝色编织带。 这是一个已经处于腐烂状态的一个问题。 经过法医的初步勘场, 死者是一名成年女性。 体貌特征与这间房屋的二房东中阿姨完全吻合。 第一,我要收集随报的案, 整个案发经过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们之前有很多案子就是说, 很有可能就报案人就是犯罪嫌疑的。 现在就是我们那个报法东之中了, 大型的味道很重, 就是很臭的那种味道。 麻烦去礼道茶,谢谢。 2016年6月19日上午, 苏布在案发房间的房客向警方报案, 称他们已经好几天没看见二房东苏阿姨了。 非但打不通朱阿姨的电话, 从朱阿姨紧闭的房门后, 还传出阵阵恶臭。 最先赶到现场的是长征派出所的民警石文绝。 只有两个女性房客在现场, 一个男性房客和另一个女性房客, 他们是去上班, 是后来被从单位叫回来的。 等待免贱的是合租东南卧室的脚城和崔姐。 他们告诉警方, 这套原本三室两厅的房屋被朱阿姨租下后, 森格成了五间。 朱阿姨自己住在朝南的正中间, 东南带厕所的卧室, 由小城和崔姐合租。 西南卧室的房客名叫朱朱正在上班, 住在正北的小许, 租约到期正在搬家。 东北卧室的小刘, 是唯一一名男性书客。 我进入现场的第一感觉就是很干净, 现场物品都没有任何散乱的知识。 与表面的平静形成剧烈反差的, 使墙上喷溅了斑斑血迹, 和床上发出阵阵恶臭的编织带。 石文决保护好现场, 同时通知了指挥中心。 技术员陈薇给家人发了一条短信, 便一头扎进了现场。 什么人会闯入闹市区的居民楼, 杀害她躺在床上的女房东呢? 随着勘察的逐渐深入, 现场的可疑之处正在一点一点的增多。 很明显她翻过东西, 但是翻得不特定, 而且翻得比较乱。 警方在现场并没有找到任何现金, 凶手杀人, 可能是为财, 但死者房间的两个保险箱都没有被翘窃的痕迹, 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电视柜边上有保险箱, 写制裁的抽屉呢, 里面就感觉都没翻过, 就翻了个大厨。 那后面我们认为她是在找被子。 凶手在杀人后, 并没有急于翻找财物, 而是想用装被子的编织袋将尸体运走。 被拎断的编织袋把守, 就是最好的证据。 那么, 是什么人能够在案发的这么时候, 在上海如此热闹的一个城市里面, 要去把一具尸体像带走? 在技术员勘察现场的同时, 重案队长吴俊在案发小区仔细地观察。 我们都是带了目的性去做现场的, 第一个就看监控, 第二个看周围的环境怎么样, 有没有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不是适合一些外来人员, 比方说是流畅座案的人, 座案的地方。 现场的门锁一直是完好无损的, 技术院勘察的结果也排除了外力入侵的可能, 莫非是被害人自己给凶手开的门? 抑或是凶手原本就有房间的钥匙? 一个就去问了这个同宿的一个女的, 我就问她最后一次看到房东是什么时候?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问题, 然后突然哗哗哗她就开始哭了。 年轻的小程几乎情绪崩溃, 无法回答警方的问题。 与小程同住的崔姐, 年近四十, 已经在此租住了两年。 她向警方反映, 最后一次看到钟阿姨的时间, 应该是在案发前五天, 也就是2016年的6月14日。 你说他们惊慌吧, 有一些, 但是反应, 总体的反应很正常, 就好像普通人身边发生了这种事情, 一个是好奇, 一个是惊慌。 小程恢复平静后, 和崔姐一起到派出所, 协助警方调查。 另外三名房客, 朱朱, 小许和小刘, 警方在此处,